大家好,我是二师兄 几个月的时间,全球疫情的中心从亚洲转移到欧洲 然后又转移到美洲 非洲看起来并未处于风暴的中心 早在疫情爆发初期 南非开普敦大学的数据科学家布鲁斯曾经说过 目前有一颗定时炸弹正在滴答作响 而现在,非洲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开始急剧增加 继8月7日突破100万例后 非洲地区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在北京时间14日凌晨超过108万例 这枚定时炸弹可能已经炸响 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说说 非洲正面临怎样的境地 疫情爆发可能带来哪些灾难 国际层面又该如何援助 在世界范围内 新冠的分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是疫情的重灾区 其实这很好理解 大城市交通便利 国际间人流物流频繁 人口密度大 聚集性场所多 病毒一旦流入 就很难控制 再加上大城市普遍检测能力强 病例也会以爆发的形式增长 非洲大陆目前虽然没有发达国家 但也出现了个别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 比如南非和埃及 先说南非 目前非洲的确诊病例 一半以上都在南非 但其实南非早在仅有400人确诊时 就严格执行了封锁政策 总统还多次在电视上呼吁戴口罩 但或许是因为与欧美国家来往密切 南非确诊人数已经位列世界第五 虽然总数多 但南非报告的死亡病例却只有不到1万人 死亡率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关于死亡率低这一点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人口结构 非洲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最年轻的大陆 南非人口年龄中位数还不到26岁 因此对病毒的抵抗能力较强 还有就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可能并不完整 非洲每千人中仅有36人接受了检测 而美国和英国每千人接受检测的数字 分别是122和106 因此南非的数据可能被严重低估了 再说埃及 非洲的第一个病例就出现在埃及 但好在当地政府对结合病 埃博拉等传染病的威胁已经非常熟悉 因此严格的筛查和公共卫生宣传启动的比较早 但这并没有给阻断疫情传播带来多大效果 民众受教育程度低 政府办事效率差 检测技术、医疗技术都够强 这些客观原因让疫情在埃及的发展轨迹 和其他国家并没有质的区别 此外埃及还在迫不得已的复工复产 2010年26岁的年轻人穆罕默德 因经济不景气失业在突尼斯自焚 随后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 这个事件史称阿拉伯之春 从那之后埃及的经济就长期停滞 后来政局慢慢稳定了 埃及的旅游业好不容易繁荣起来 但疫情爆发弊端乍现 埃及的旅游业贡献了12%的GDP 和将近10%的就业岗位 埃及不得不出台一堆政策 支持旅游业吸引国际游客 说到底命也是命 钱也是命 所以很难说到底哪个更要命 虽然疫情初期 非洲国家就果断采取措施 但目前来看疫情的下半场 非洲依然没能躲过这一届 非洲籍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3月就表示 非洲必须做好面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则推算 即便是最乐观的情况下 非洲今年也会有30万人病亡 最坏情况可能达330万人 并且可能使500至29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 疫情挤占着原本就极其匮乏的医疗资源 在欧洲每百万人配备的重症监护床位是4000个 在非洲只有5个 还有新冠肺炎治疗中不可缺少的呼吸机 在非洲大陆极度匮乏 当金巴布韦出现非洲第一例死亡病例时 金巴布韦当局就坦言 他们没有呼吸机可以救治该患者 甚至非洲有些国家已经停止更新确诊数据 比如坦桑尼亚在4月底 已经停止发布新冠疫情的感染数据 6月初总统马古福利宣布 已经没有新冠病毒存在 这种极端行为的背后 使其对疫情的绝望和无奈 更糟糕的还有6月1日 西非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宣布 该国已经被证实爆发新一轮埃波拉疫情 经过这一轮的抗疫 我们不难看出 控制疫情蔓延速度的关键就是4个字 社会管理 具体来说就是严格封控 但显然封控的同时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经济代价 中国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政府力度大 经济体量大和社会任性强 欧美国家以其文化差异作为挡箭牌 久久不愿实施彻底的严格的封控措施 根本原因其实还是经济考量 疫情之下 受打击最深的一定是最脆弱的经济体 目前非洲确诊病例的日均增长速率 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根据WHO预案和过往的经验 此时应组织资源首先对非洲国家提供紧急救助 但这里有一个悖论 情况危急大国都自顾不暇 物资也好 医疗也好 原则上和逻辑上都是先救助本国国民 因而难以对别国施救 结果往往是越脆弱的国家就越悲惨 就拿疫情在非洲可能引发的粮食问题来说 世界卫生组织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70%的非洲人如果被关在家里14天 就会面临食物和水短缺的问题 但其实2019年是全球粮食丰收年 理论上大国是有能力在粮食上援助非洲的 但实际情况我们也看到了 为了应急和储备 不少国家已暂停粮食及农产品出口 除了来自中国的援助和捐赠 其他大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对非洲提供帮助的极少 世界卫生组织是向发展农国家提供医疗援助的重要渠道 原本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 但美国极度不负责任的宣布退出 严重挫伤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能力 除了医疗援助 非洲各国目前还需要流动资金 来实现一定的社会保障 这一点国际援助最有效的手段是债务减免 争取让这些全球最贫穷的国家 延期偿还所欠债务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也可能会以提高贷款上限的方式 帮助非洲战胜疫情 总之 病毒动摇了全球秩序 应对新冠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但我们仍需要看到 世界动荡的时期 总是给那些接受变革的国家 带来秩序文化 乃至文明的更新 尽管疫情会给非洲带来经济的停滞 和社会的混乱 但非洲必须克服此次挑战 只有重新思考国家机构的运作和国家的职能 非洲大陆才能把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世界秩序中重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地位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是二师兄 咱们下期再见 by bwd6 by bwd6